前文在族書接上一回,上回說到宋綱派兩隊人馬下山,一隊去接寧珍和彭紀的家人,另一隊去京城負責偷眼靈革回來。 我們先說接人那隊,分別就是楊林拿著金銀書信帶著徐從去詠州帶彭紀的家人上梁山,而薛永就做回老本行,辦一些賣藥的,就去京城帶寧鎮的家人上山。 楊林很快就來到詠州,他去到彭紀家,閣閣閣敲門,過了不久,聽到大門一聲打開,有個老人家走出來。 楊林是誰? 楊林是誰? 楊林這位老人家,你肯定是彭將軍的家人嗎? 楊林不是 楊林那你是? 楊林我是彭紀的父親 楊林即是彭將軍的家人 楊林不是,半多人叫我做彭老爸 楊林是彭老爸 楊林是彭老先生,你好 楊林我是在梁山博下來的 楊山博下來的? 楊山博有沒有聽過? 聽過,不過我奇怪,你也有命下來的 那裏全部是殺人眨眼的恐怖民旨 你也有命下來? 你真是福大命大,猴子 楊林別這麼說,彭老先生 其實我是梁山博上面的兄弟 甚麼? 我是梁山博上面的兄弟 我們通常叫自己好漢 好漢? 你在前面加梁山兩個字,就是我們的全稱 通常我們統稱自己就叫梁山好漢 那就是恐怖分子 不要這麼說 我兒子做官,你下來我家 你這個恐怖分子還敢下來找我? 你真是沒有知死,順道我大聲喊 彭老先生,你聽我說 甚麼事? 彭紀將軍跟梁山博打仗 你知不知? 對,打仗 對,他就被我們捉了 哈哈 捉了 捉了,有的 蛤? 下甚麼? 你以後又怎樣? 捉了之後,彭紀將軍就打算加入我們梁山博做好漢 進來梁山做好漢,然後呢? 然後他叫我們來接一家大小上去梁山享福 這樣? 是 是不是真的? 真的 我早就知道這個臭小子沒什麼用 平時叫他練好功又不練 現在出場打仗,還壞了被人捉了 還要接我們上去丟架你 不要這樣說,彭老先生 我不相信你 我看警訊看得多了 一定是你不夠我兒子打 想捉我們兩個老人家上去做人質威脅我兒子投降 歷代的歷史書上都有這樣說 你當我們Lulu? 不用指望 就是這樣 沒有,彭老先生,我怎麼當你Lulu 頂龍就當你Robert 是老闆的 老闆,羊氣很多 是 說回我們這個正題 絕對不是騙你的,彭老先生 你有什麼證據? 正所謂東家不打打西家 朝廷福利又不是好 他不打朝廷這份工作 過來梁山 可以做頭領 起碼做項目經理 這麼重要? 梁山上人工高福利好 而且老人家有老人院 小朋友有小學中學大學 全程包辦免學費 畢業之後還包分配 在我們梁山就職 大了一分鐘還幫他找老婆 這麼好? 是 但關鍵是這樣 現在真是伊錦環鄉 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 如果真的要跟你上去 你無論如何都要給我 擺回十幾二十位 讓我招呼舊街坊 順便開新聞發佈會 就說我兒子正式加入梁山 我就跟他們沒有什麼關係 好嗎? 阿彭佬先生 第一個 我在梁山下來 主要接你們一家大小 沒有什麼銀糧在身 第二個 這件任務比較緊急 我要盡快把你們一家大小 接上梁山 所以麻煩你不要搞那麼多事 趕快執拾好 帶其他人跟我走 我都說你們假的 如果是真的話 我說什麼你都會答應 是不是? 不要跟我說條件 要不然你就可以十幾二十位 讓我請舊街坊 老鄉你吃頓飯 跟我Fail out 要不然我不跟你上去 想清楚才來找我 就是這樣 是什麼? 楊林想了很久 突然讓他想到 原來在下山之前 彭幾寫了一封書信給他 叫他帶著這封書信 下來給他爸爸看 證明自己在梁山上已經安定下來 叫他們一家大小跟著楊林走 於是楊林 趕快就在袋裡拿了一封信 遞給彭老先生看 彭老先生 這封信 就是你兒子彭幾將軍寫下的 就說你看了之後 就跟我們馬上走 你快點看看你兒子的字跡 行了 還有他印了手指毛 行了 這些我不用看了 那這封書信 你拿去旁邊曬上帽子 替我福印一百幾十分 神經病 在我家門口的牆周圍 告訴別人 我是上去享福 你知道我的老人家很需要面子嗎 這樣做不做到 彭老先生 說了這麼久 你是不是也要圍欄我 你馬上跟我走得不可以 我兒子是頭領 你又說在梁山做頭領 我現在洗一下你是不是不行 彭老先生 什麼 不怕告訴你 其實我也是頭領 你兒子跟我那麼高那麼大 他現在入了梁山入了火 回不了頭 你不走 朝廷到時過來抄家 你們一家大小一窩熟 你現在走不走 這麼嚴重 那走了 走了 馬上走 我給你十分鐘時間 喊齊全屋人 執拾好行李 馬上跟我走 馬上走 馬上走 快點 楊林浸了這麼多口水 終於哄到龐幾一家大小跟著他走 說回薛永那邊 薛永就化妝成為一個賣藥的人 在京城那裡帶寧鎮的家人上山 他又來到寧鎮的家門口 不久之後 一聲大門又打開了 有一個女人走出來 折永就問這個女人 這位夫人 你是不是寧鎮寧兄弟的家人 哈哈哈哈哈哈 好玩呀 我就是 你是不是來接我們上梁山的 是 你是寧夫人 是 寧夫人 你快點接我們上去 你不用說這麼多話 因為這幾天官府已經天天過來犯我們 查我們幾代 說我們判決 我們要快點上去 否則真的過不了日子 被人來 真是全家抄 好慘 快點接我上山 哈哈哈哈 那就最好了 寧夫人 你快點進去 撿十世縣 撿好了 已經 你有沒有車 你有沒有車 不好意思 我走到你 你玩我 你走到你 你有很多行李嗎 當然 我袋子也挺傷的 不…不…不… 寧夫人 你搞清楚了沒有 現在我們走路上山 你帶這麼多行李 喂 房間都傳聞你們梁山那裡 我們是福利好的 你不是連車都不能來接我們嗎 我叫我老公回來 你們不和你們玩嗎 寧夫人 寧夫人 房間傳聞是對的 我們梁山是福利好的 但是山上哪是福利好的 落到山 我們都很低調行事 不是吧 是… 要命的苦 這樣寧夫人 你那幾箱行李 除了金銀財寶可以帶來之外 其他那些隨身物品 麻煩你丟下就算 那些LOV袋很貴 不是的 我那些Gucci VV和Barbary 全部都是貴的 算吧 那些扔下你身外物 上到山 沒有人跟你攀比 你便不用用這些東西 我還以為你說山上有很多樓下 所以你駕駛上去都像樓下 不是… 那麼… 走吧 走 薛永話那麼快 就哄了靈筒的家人跟著他走 於是乎兩路人馬很快就向梁山坡進發 那麼我們說回偷盔甲這邊 宋江就派了時遷和湯龍一起下山去京城 找這個徐嶺的家 打算入屋爆竊 偷了他這副硬嶺甲 然後逼他上梁山 為何要派時遷去呢 上一回都說得很清楚 由於時遷是慣偷 所以偷了這個任務 時遷是當仁不讓 他跟湯龍來到京城 找一間客棧住低之後 第二日 時遷是一個人走入城內 周圍打聽這個金槍班教練 徐嶺的家在哪裡 由於時遷又沒有喬莊打扮 這個人一向做過偷偷摸摸的事 所以正是拆眉拆眼 在京城大街上幾乎沒有人肯認他 左問又問 問來問去都沒有人肯答他 竟然找到一個路人肯答他 他又問 阿生 阿生 你知不知道金槍班的教練家在哪裡 金槍班 即是耍槍的那班 對 他們的教練 讓我想想 你想想 好像叫徐師傅 姓徐 姓徐 徐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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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阿生怎麼稱呼你 我姓 時 你姓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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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阿生你很生面子 你不是京城人士 我絕對不是 我聽你的口音就知道 聽我的口音也不像 你從哪裡來 我在梁山 梁山 梁山下面那條村 梁山下面那條村 聽說梁山坡上面有很多恐怖分子 是呀 那住在梁山下面是否很危險 那又不會 有沒有空下來打劫你們 沒有 有沒有老走你們的老婆 女兒 沒有 沒有 恐怖分子不做這些事 還叫恐怖分子 他 我問問你 金槍班的教練在哪裡住 你問我 徐師傅 是嗎 徐師傅 你是時生 是 時生 你找徐師傅有什麼事 我找他 我聽說他家裡有件很漂亮的衣服 所以去看看 你跟他很熟嗎 當然熟 不熟他怎麼叫我去看他的衣服 我們其實都很崇拜徐師傅 經常都聽人說徐師傅 但他其實叫什麼名字 他叫徐寧 徐寧 是 原來叫徐寧 徐師傅住在哪裡 徐師傅住在哪裡 我不是很清楚 你現在玩嗎 不是 我真的想不起來 我問了你這麼久 你長了這麼多時間 你跟我說不知道 我真的想不起來 你知道嗎 時大哥我真的想不起來 我有刀 有刀 你是想個桶嗎 不要 徐師傅住在哪裡 是 是 想得起 徐師傅 你去到金槍斑那裡 很大的院 你走進門口 然後靠東邊 第五個門口 黑色門的家人就是 是嗎 是 你沒有騙我嗎 沒有 你見不見我什麼都 見到 他門口還寫著很大的 兩個字 寫著徐宅 是嗎 所以你不用問我 你進去也找到 在金槍斑的大院裡面 是 這樣 金槍斑的大院在哪裡 金槍斑的大院 你現在就走 向東走兩里路 去到我們京城的中央廣場 有個噴水池 噴水池上面 有個雕像 雕像 有個雕像 這個雕像 有個小朋友 在那裡 鼠鼠的雕像 鼠鼠雕像 然後你就站在這個小朋友 有這個雕像的背面 沿著牠鼠鼠的方向 再走五里路 走著五里路之後 你又見到一個花壇 等一下 我是在小朋友的屁股 看過去牠鼠鼠的方向 看 即是在牠鼠鼠的方向 對 向牠鼠鼠的方向 河花 河花中間 有很多白蓮 白蓮 沒錯 白蓮 你看著白蓮 白蓮 白蓮 是靠在一邊 向著牠靠在一邊的方向 再走三里路 你是不是耍我 不是 你河花 連花靠在一邊 到時被風吹 吹回正 那怎麼辦 不會 這波 天山雪蓮 一千多年歷史 在天山那邊移植過來 所以很粗壯 吹歪 吹歪 只是向那邊 凸到那邊 對 你向著牠鼠鼠的方向 再走三里路 三里路 三里路之後 大概 現在你站在這個位置 向後走兩里路的位置 你就會見到金槍斑 即是我現在向後走兩里路 見到金槍斑 你也可以這樣理解 你很煩 不要這樣說 你有沒有被人捅過 沒有 想不想 不想 試一下 不要 試一下 時遷終於打探到金槍斑 於是他很快地走到金槍斑 由於這個任務比較重要 所以時遷決先踩踩點 他偷偷地爬過正門 進去金槍斑的大院 在大院那裡 看到左右兩邊各有五棟大門 他看過去右手邊 即是東邊 第五棟門 果然是黑色的 上面也寫著兩個大字 徐宅 於是他就確認了剛剛路人說的沒錯 這個徐宅就是徐寧的家 看完徐寧家在哪裡 他繼續視察這個金槍斑 發現金槍斑的大院 除了剛剛琴過的大門之外 還有一個後門 於是時遷一直在盤算 究竟怎樣偷這件硬寧甲 一路就趕回客棧 回到客棧之後 時遷就吩咐店小儀 小儀 小儀 客官 客官 有什麼吩咐 我今晚不回來睡 然後這間房間 你繼續和我留在這裏 你不要趁我不在這裏租給其他人 不會不會 客官你放心 我裡面放一些東西 你幫我看好一點 蛤? 不要被人擠不住 客官 是 要幫你保管 是 這個責任似乎太重大了 你很害怕嗎 有點害怕 我不知道你保管什麼 保管什麼 保管你的命那麼重要的東西 蛤? 什麼 那我不用工作 那你現在想怎樣 保管 你是不是想要貼市 蛤? 阿官你真聰明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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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沒有也不行 又不要這樣說 你今天有沒有帶錢來 蛤? 是啊 有幾兩在身 有幾兩在身? 放在哪個袋裡 左袋 左袋是嗎? 你再探一下左袋看好嗎 咦? 為什麼沒有了價錢 是不是我手上的這些 是啊 客官 提示你拿去 蛤? 什麼 客官你 你再放你的左袋 你再看你的左袋有沒有 咦? 你看我手上的這些 嘩 嘩 為什麼會這樣 客官 我再給你 你這次放右袋 右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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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好了 你再看右袋有沒有 咦? 沒有你右腳 你看你的左袋 左袋 咦? 是不是在左袋 哈哈 那一來一回 我給了多少小費 給你 都十幾兩 哈哈 客官你真的很厲害 哈哈 那行了 這間房間我幫你看著 看著 OK 時千心情不錯 和店小儀盡情施展了一番妙手空空之忌 之後 走出客棧走去京城的方向 那究竟時千 可不可以成功偷到徐菱的眼靈甲 又逼到徐菱上梁山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待會兒 做到 再次 稍息 做到 做到 你 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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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做到 做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